賽場上來自各國健美先生 大秀全身結實肌肉 還有線條 這是今年6月在匈牙利 布達貝斯舉辦的 世界健美先生錦標賽 陳榮生獲得長青組冠軍 替台灣爭光 但帶隊出發的中華民國 自然健美協會 回國後卻收到了這張公告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公告 比賽團員還有參與 非世界健美協會體系的會員 終身競賽 投訴人控訴 為國爭光回國沒鼓勵 反而被打壓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 與中華民國自然健美協會 國際上屬於不同體系的組織 也有相關的規定 發出公告的協會 表示一切按照國際組織規章 國際組織本身 他們有自己組織上面 因為競爭的一些關係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要求 那這個部分就是 需要去尊重國際組織的一個規定 每個選手苦練 就是想去找舞台競爭 進行發揮 兩個協會都有各自規定 彼此競爭 讓選手無奈 只能二選一選邊站 記者文凱誠壽祥 台北報導 記者文凱誠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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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文凱誠壽祥